子豐車劇團2014年度大戲三國奇遇即將在北中南巡迴演出 演員陣容十分堅強又很特別 包括子豐車董事長柯一正 劇作家小野 作家蔡詩萍等等六個人要分別詮釋不同年齡的諸葛亮 很特別吧 光是要邀這些人同台都很難 更何況是演同一個角色 除此之外子豐車還設計了特殊的橋段 讓觀眾跟舞台上的互動更具特色 小小亮兒 小小亮兒 一 二 三 不要哭 我會陪在你身旁 子豐車劇團年度大戲三國奇遇 五月起將在全台展開巡演 其中諸葛亮一角除了資深劇場人柯一正羅北安 金鐘影帝陳竹山之外 這一次還邀請到重量級劇作家小野蔡詩萍 和金華國小校長徐德淵客串全市不同階段的 親密關係的賞位起到五年級以後 聽說就不太理我們了對不對 五六就不行了 所以我一定要讓他知道 他爸爸也會客串戲的 三國奇遇的故事講述一個父母疏語陪伴 在班上人際關係疏離的小男孩 一場夢境將他帶到非國時期 解釋劉備 張飛 關羽參與 黃金之亂的冒險旅程 其實他們在這故事到我們運用 很從傳統到現代的概念 所以把很多我們熟悉的桃園三節藝 刮骨療毒 那甚至於是到最後解開這所有的問題 困難的反而是運用上網 跟空城劑這樣的連環劑來解決了 劉備跟關公跟張飛他們的困難 相較於2002年的首演 2014年不只是演員陣容更堅強 互動模式也全新升級 他一秒鐘可以有十發直接 彈到觀眾席去 之前都是一發一發慢慢打 然後我們準備了一百發 要打到觀眾席去 那那個火神劍那個東西 有不知道一兩百顆球 也要打到觀眾席去 那甚至於我們這次的話 就是說把節目單設計成遊戲書 一個叛逆孤單的小男孩 一場穿越時空的夢境 一段與劉關章桃園絲結藝的故事 三國奇遇要讓親子手牽手 一起在劇場中體會 人生即使遇到困境 也必定能用心反轉 找到屬於自己的出路